那現在聽說那個,有網友說就是接到了那個J54的導師的那個邀請,那我想問一下這個是不是真的?就能跟爸說一下? 其實,肯定是有受邀請,然後也希望可以之前也有大家去對上這個項目,但其實有很多事情我也會交給我公司, 但現在確定的,我只能說因為我也快要進主了,這段時間我也是在為新的角色在做準備,然後很快也要離開北京,離開北京,然後就進主,其他的事情我覺得到時候大家就會知道 那作為那個導師的話,您對什麼樣的選手是比較意向深刻,或者比較青睞的? 首先,其實我沒確定我會不會參加J5這個節目,但是說實話有很多J5圈的朋友就是已經問我這個事情,然後當然就是我這裡也不太方便去說太多, 因為其實沒有落實的東西我也不方便說太多,但是我希望就是這個節目也好,不同平台的J5的節目也好,我是非常非常支持的, 因為我覺得J5還有有一些比較街頭文化,其實我很開心看到越來越多觀眾朋友去支持,或者是越來越多家長帶自己的小朋友去學J5,其實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健康的一個運動,所以無論我參不參加也好,我也希望大家去支持,去看這類型的節目。 那現在風暴舞已經播出了嗎?那出演這個角色是一個什麼樣的感受呢?是不是自己也在同步追劇? 有,同步追劇,然後那天我還看到凌晨四點多,第一天的時候,然後其實這個戲也挺長時間的,就是兩年多,大概之前就已經拍完了這個戲,所以裡面確實自己投放了一些很多打戲在裡面, 然後,可能太久沒有在屏幕上面看自己,所以我也會感覺自己變成一個謎的,很自戀地去看一下自己當時的狀態究竟是怎麼樣。 那當時在拍這個戲的時候,加入一些打戲是有經過一些自己的訓練嗎? 有,就是我覺得每一個戲現在,基本上每一個戲之前都會有一些舞者給你提供一些訓練,但是我本人就是一直是很愛運動,然後很愛自己拍打戲的人。 所以就算譬如說這段時間就是,如果不用鏡子的話,我自己也會學武術,打拳,然後盡量保持自己最好的體能去拍戲。 那剛剛分享了說,就是自己都看不懂了。 那為什麼你是因為拍太長時間忘記了? 第一,就是風暴舞這個戲我覺得比較騷擾,就是我們在拍的過程當中也一直,因為人物線太多, 然後我們一直每一場拍之前也要跟導演雙量,就是這個這個應該怎麼樣。 所以其實你也說得對,就是可能太久了,就是自己也忘了裡面的劇情。 所以這個戲要一直慢慢,有很多很少的線索在戲裡面,你要很專心去看才會看得懂。 那說到這個運動健身,因為在很多時候大家都知道很喜歡運動嘛,包括滑雪的時候很多人都會碰到偶遇。 那現在夏天了會做些什麼樣的運動呢? 打拳。 打什麼拳? 滑水啊,冬天滑雪,夏天滑水。 對,是的。 那最近有什麼戲在拍嗎? 最近應該快要公佈了吧,我應該過一兩個星期我就開始要進主了。 那好像之前就是,你在那個微博上也有轉發一個就是,楊迪他們模仿你那個。 對。 然後是覺得還蠻好笑的嗎? 非常好笑,就是,首先我覺得他們真的模仿的能力是真的很厲害,然後楊迪也是太搞笑了吧。 因為我之前跟他錄過一個節目,然後也一起吃過飯,然後我覺得他人特別特別好,特別特別好。 所以當時候他表演這個表演的時候我也特別的留意,我覺得特別搞笑的。 那其實你自己比較喜歡拍五個打戲,或者還是文戲呢? 呃,都要的,就,都應該要拍兩個加起來一起拍吧。 有自己喜歡的偏好嗎? 呃,我覺得我會,因為其實,呃,以前我一直說,呃,不會再拍古裝了,因為我覺得古裝, 真的,很難演,還有覺得有點累,但是我跟,呃,亞密拍了《胡珠》之後,《胡珠》之後, 《胡珠》之後,我又覺得,如果碰上一個很好的劇本的話,就不能提前說,我不拍這個,不拍那個。 所以我現在都不敢自己打自己的臉,所以我覺得首先就是,碰到一個好劇本,我就會考慮。 嗯,那比如說像,在挑角力最多的呢?或者有沒有想自己轉型的計劃? 轉型呢,就是,說實話,你聯繫慢慢大了,其實你不說轉型也不行,但是呢,轉型也不是說你要轉型就能轉型。 所以我覺得就是,慢慢按照自己的路來走吧,就是我沒有規定自己要,後面要怎麼走那條路的。 OK,thank you,辛苦各位,辛苦,辛苦,辛苦。